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汉转在第22分钟把比分给扳平了 应该是三种场之一的王凯再拉左边 是吧 他这一下呢 左边路应该说给努能泰山 右路的防守的压力是不小的 海普拉再给明天面对刘洋 哦 人球分过漂亮 右脚再传后点空下再打门 武汉转二比一将比分反超了 这个过人再加上传球明天做的真的是一气合成一贯到底啊 这个进攻啊 一 我觉得打到现在呢 鲁能的攻势不明显 没有给对方更多的这种压力 再有呢 中场在拦截的时候 给对方的压迫也少 让他在中场拿球太舒服了 相对于对手还是要强的 两个外援加上好几名 应该更多的把球抢下来 哎呦 这球露过去了 单刀面对方大雷挑射 立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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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小将刘云这边表现确实可以 嗯 直接传 挡了出来 好球 再给漂亮的传球 武汉塞斯再打门打了一个近角 董春雨封得很好 嗯 立起来 高点在哪儿 王瞳 派马赶到 架炮了 莫西塞斯扣一下 再打门 又是董春雨啊 最近几楼 董春雨的这个状态太好了 二点 再通过配合打 有高点的压制呢 随意上一场球 咱们一直在讲 哎哎 回头望月 哦